我们除了从脚的底部 就是你脱完鞋子可以看 其实最重要就是自己的脚 今天有一个病人来 是他的妈妈要来看诊 然后是他的儿子拖着他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妈妈每一次都会去那种 附近的药局买香港脚的药膏 可是怎么擦都没有擦好 他就说医生你看一下 他这个可能不是只有香港脚 那阿姨的脚一拖开之后 我就发现整个都不对 直觉 医生直觉告诉你 这只脚长得不一样 第一件事情我们香港脚 它长的位置很特别 我把我的手当然是脚 它是长在我们这个 凸起来的关节的地方 第二个我一直觉得 这个阿姨的脚 好像以前被滚过小脚一样 为什么呢 我们正常的脚 通常那个脚拇指都是平的 对 它的脚是这样弓起来 那那时候我看到这个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正常除非你穿的 过小的鞋子太久的时间 它的脚的脚趾形状 才有机会变形 那其实我们要知道 我们的脚会这样子 有机重的原因 因为它是肌肉影响牵扯 所以第一个肌肉可能 第二个神经有可能 所以我就想说 好 那我再继续翻它的脚 我就在它脚的背后 看到在大拇指的下面 出现了一个很深的硬痕 已经有一个伤口 而且是很深的伤口 在脚底板也出现了一个伤口 当我们的脚跟周边 四肢就是手或脚 出现一个很久 没有办法愈合的伤口 很有可能是一个 那家里 对 家里其实大家现在 如果有刚刚我说的症状 就可以在家里找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找那个 我们的笔的 那个签字笔的笔心 好 你拿笔心就好 确定不要太软了 一般的笔心 去碰我们的脚底板 我当时就做这个测试 如果你眼睛闭上 正常人我们的脚的周边 感觉还是有的 是敏感的 可是我就帮阿姨 做这个检测 我碰三个地方 他都没有讲话 也就是他的脚底板 没有感觉 因为太舒服了 他没有讲话 不是啦 至于是已经有问题了 对 所以我刚刚讲吧 这个叫做爪状指 肌肉跟神经 我高度判别是神经的问题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抽血检查 他在血糖的部分 糖化血色素11点多 这是非常非常高 我们正常6以下 算是比较健康的人 那就像那广告车压过去 没感觉 他是真的有可能 那后来我问 因为他家以前 过去是开果汁店 那因为他可能剩下的果汁 妈妈省钱 空子就一直在喝甜的饮料 再问 他其实在这两年内 他瘦了十公斤 可是家人根本没有感觉 他自己也没有感觉 所以后来最后破案 他是一个已经很久一段时间 完全没有发现 没有人管过他 也没有注意过的一个 糖尿病患者 所以其实大家 以后脱血 尽量看一下自己的脚 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阿公阿嬷 如果脚上出现很多奇怪的擦状 可是阿公阿嬷所不痛 没感觉 通常都是有问题的 脚麻 都不痛 走不快 你怎么跟我弟弟 怎么都不好 真的 这是糖尿病的现象 真的 我觉得或者是很多穿那高跟鞋 都会有职业病 就是会 因为我之前就是还是逼自己穿那种包头的肩头的高跟鞋 录影就整个抽筋 会啊 对啊 有一段录影可能脸就这样 然后 那是中斤了 那是中斤了 那是中斤了吧 就是真的常常会自己偷偷在那边抽筋 然后也没办法讲 那我想说那出外景 我们当然就是穿布鞋 我们就是穿像这种 有一点你知道小增高的 结果那一天刚好有个项目要跑步 然后就跑一跑 然后玩游戏 我又特别拼命这样子 然后外景一整天回家 脱了鞋子以后 发现奇怪 袜子前面怎么红红的 好像流血了 我要脱那个袜子 就觉得怎么有点难脱 因为黏住了 前面脚趾头黏住了 然后就一脱 我的那个指甲好像跟袜子黏在一起 对啊 狗犯那个比较 我又弄了 你是干嘛 你是撞到的 我其实已经撞到 然后我那个 然后因为它翻掉 它流血了 那你会不知道 那你 你很深 对啊 救救我 可能我太拼命又加上我的那个 因为长期这样压 我那个小母子其实也有点辨识 然后那个指甲片已经就是断掉 然后又跟袜子黏在一起 我那时候跟满清十大酷型 因为我都淹脱了 对 那是酷型 是酷型 然后又半夜这样 又撞不住了 就说应该要用剪的吧 太危险了 应该要把那个袜子剪掉 对 应该要用剪的 不然如果你有时候拔 对啊 最后脱掉吗 因为当下你一天袜子 你真的没有想到 只好冷痛把它擦 脱掉 我就看到我的指甲片 黏在那个袜子上面 所以已经拔离掉 其实就是拔掉了我的指甲了 然后就喷血这样子 然后半夜还要在那边止血 所以就是其实有拇指外 反正不要再穿那种针膏的 然后这种就是有点尖头 其实我们都会很痛 那一个月走路都歪一边这样子 因为像我的话 因为我的工作是代购 然后像足底筋膜炎 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职业病 就是我觉得大概代购10个 有9个都会有足底筋膜炎 因为像我们很常 可能出去一趟 我们一天的走路的步数 可能是两万五或是三万 一天就是这样走 那你这样走其实也就算了 我们还会背得很重的东西 可能就十几二十公斤 扛在身上走 可是有一次我真的吓到 是就是我那时候 就是刚好去韩国 然后在饭店的时候 我早上起来脚一踩到地板的时候 然后我就 因为我没有办法踩 然后我就想说 怎么会这么严重 我从来没有这么严重过 然后我真的吓一跳 然后我当下就赶快请我朋友 带我去韩国的那个医 就是诊所先看 然后医生才跟我说 因为那时候最流行什么 然后就是很尖那个 对 然后因为就想要漂亮 然后我就很假 穿着那个东西去韩国 然后因为你又走又多 鞋子又不合脚 然后你又背中 导致就是我大拇指这个地方 整个就是严重压迫 然后就发炎 然后就是发炎到 你没有办法下床 那医生就说 那因为你也不是当地人 那我先帮你打针 那我回台湾之后 就赶快去给那个医生看 那医生就帮我就是做 比较详细的检查 他就跟我说 其实我是有点拇指外翻 然后这个状况是因为 我可能有遗传 因为我跟他 他问我说我妈妈还是谁 有没有这个状况 我说我妈妈也是拇指外翻 然后再加上就是 可能就是鞋子不合脚 然后长时间走路 然后导致就是我这么严重 可是重点是 因为我还没有到 要开刀的程度 所以他当下是建议我说 就是我可以就是买这种 就是像是 的套拇指 对 套拇指 就是我们穿鞋子就是 大拇指 然后跟那个第二只 然后这样套上去 然后你在穿鞋子的时候 他这样子碰到鞋子的时候 你就不会不说 又隔开 就像煮住气 然后再来就是鞋子的部分 他就是有建议我去挑选一些 比较适合我穿的 然后再来就是 他有强力地建议我 就是夏天的时候 尽量穿假脚拖 对 因为你穿假脚拖的时候 大拇指不会碰到 对 因为他 因为医生是跟我说 我的这个状况 不可能根治 我只能够让他不要变严重 那像我现在是固定 可能一个月大概一次 我会去征所给他 就是针灸跟电疗 然后他说 我就帮你做一些 舒缓跟复健的动作 那我们只能够请他 就是让脚不要变严重 那如果你变严重的话 你可能就要开打 他那时候就有建议我穿比较舒适 然后我那时候就会 夏天我就会穿这种宽版凉鞋 可是我发现我穿完之后 就是我的鞋底 好像也是磨的就是 我也会 是 我也会 磨前面的 你看到没有 这是正常的磨法 这是正常的磨法 对 可是如果你发现前面特别 磨比较多的话 你可能是走路比较是这样子 对 用脱的 有的人可能懒的 就是膝盖抬起来走路 就会在卡卡卡 穿这种鞋不是很舒服吗 只是说因为可能出去 业务的关系 对 我先回应一下米娜好了 你可能就是拇指外放好了 但你穿夹脚拖又会 足足进磨 真的吗 对 因为你的脚一直要抓住 那个夹脚拖 对 会让足底筋膜员更耗发 夹脚拖是最不好的鞋子 对 对 你拇指脚 你走路会用力 夹脚拖这种 一定会是让足底筋膜员 更加的耗发 那所以像平常如果我们 最好呢 就是常常帮它抒压 然后久走的话 一定要记得拉筋 譬如说我看到那个路边 有比较高级的那种平台 就这样拉 我就会拉 踩上去 对 踩上去拉 整个红绿灯 你就松开你的足底筋膜 对 那也可以 现在蛮多鞋子都是运动完 运动员穿 就是他没有在运动的时候 穿的那种拖鞋 都是 施压的拖鞋 对 还有像是站完很久要去按摩 其实是OK的 但是最好是从 骨盆整个按下去 就你不要只有按脚 对 因为它们都是牵连在一起 也不是哪里通按哪里的 比如说拍腰这里 是防止你腰痠的 你知道吗 就是轻鱼的 教大家一个很 就是急救方法 就是你就脚敲二郎腿 终于可以敲二郎腿 敲着 对 然后身体往下压吗 没有 然后就是敲打我们的小腿 就是这样用全眼这样敲 腿出来的位置 对 然后再用手按摩 好酸好酸 对 就可以急速地让我们脚 不要那么有压力 对 有一个60岁60出头的一个女生 来到急诊 然后她是推轮椅 不过外观看起来 她是个非常时髦的姐姐 这样子 那她是主述是说 她的脚在我们门诊 一直都弄不好这样子 那她的脚就包了很多的纱布 这样子 但是我看她另外一个脚的话 她是穿拖鞋 另外一个脚的话 她真的是那个拇指外翻的极致 就是她的大拇指 是这样弯过来 对不对 二三指是在 四五指的上面 对 所以我就把那个纱布一打开来说 哇 我真是吓一跳 因为那个 它上面那两 它两边都长得一样 但是它上面那两支呢 是黑的 对 然后有味道这样子 然后整个黑的是干的这样子 然后就说 医生说要帮我救救看我的脚 要怎么都救不好这样 那我就看了下她病例 她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 就是很爱穿刀跟鞋 而且她喜欢穿尖的 可是她的脚本 整体来看她其实是宽的厚的 她不应该穿尖的 所以她在三十出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拇指外翻 结果她四十岁的时候 又得糖尿病 然后她又是那种很难控制 她后来要达到胰岛素 所以她就常常 脚蜂窝性组织炎 为什么 因为她的那个脚这样 她其实拉不回来的 所以她里面有很多的勾缝 如果说香港脚 一感染就蜂窝性组织炎 或者是里面有一些血 然后一脏了之后没有洗干净 就很容易感染 感染了 所以她就这两支 她最近很努力 这几个月都在努力 希望可以保住这两支 然后前面就是 因为坏死还住院过 结果后来就收肝了 然后后来我就call 她的主治医师 我说那这个病人 她在急诊 说她这个不好 她说她那两支应该没救了 你直接帮我准备剪刀 结果她就过来 就直接不用麻药 直接把那两支就剪掉 你感觉很好看 为什么用 已经坏死了 她这两支其实是干性的坏死 对 因为其实基本上我看到的 就是像尸体的脚趾头这样 干湿的脚趾头 好严重 所以就直接把它剪掉这样 能够放久会怎么 会影响别的 因为它还会继续 有可能会烂 然后有细菌 然后还会继续扩散 那可能本来只要两支的 可能会变成一直往上剪 对 那时候我看了之后 也是蛮震惊的 然后它真的没有感觉 谢谢大家对 好辣医师们的支持 记得订阅 医师好辣YouTube频道 还有按下铃铛 收看最优质的内容哦